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物料化员创意超前 哈喽大家好 我是记得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拉刀的使用方法 首先我介绍一下什么是拉刀 不明示意拉的反应词是推嘛 对吧 在日常的我们的雕刻过程中 最常用的就是推刀 推刀就是这样的嘛 对吧 我所有的视频里都可以看到 通过左手的辅助 推动刀身或者是刀背来进行这个推的操作 拉就是反过来嘛 顾名示意拉就是往怀里拉 对吧 推是向外 拉是往怀里 通过往怀里拉刀来去除木料的这个方法 上面看这样 对吧 换一个角度 这个大拇指 不要出现在这个刀的行进路线上 对吧 在下面这样拉过来 这样的一种方式 拉刀其实我也用的不多 因为我日常会用到这个长刀多一点 我给你演示一下 长刀推的话 没有问题对吧 但是如果拉它就有个问题 它很危险你知道吗 它这个刀尖牵扯到的范围有点大 即使你做到了这些有这个安全意识 有时候往往在这个快速雕刻的过程中 都无法避免的这个刀有时候会碰到大拇指之类的 所以用长刀的话你很少会看到我使用这个技巧就是拉刀 然后如果是大家觉得这个技巧很有意思非常想用 你就做好那个防护措施 防护措施基本上就是你要么就买那个牛皮的纸套啊 你看到很多人他会戴上那个很厚的牛皮纸套 这样你会拉的时候 如果你开小拆了或者是没注意的话 他不小心碰到大拇指 有那个牛皮纸套的保护 他就没有问题 还有一个替代方案就是用这个弹力绷带 弹力绷带这个医生啊运动员啊 包括纹身师都会经常用到这个东西 就这样一种有弹性的这个绷带 具体的操作就是把这个弹力绷带一圈一圈的 就是缠在这个大拇指上 对多缠一点 然后就这样的 它很牢靠 然后你如果你操作中不小心碰到了 它会有一个缓冲作用 就弹力绷带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 阻挡这个刀锋的这个作用的 而且这个非常快速 而且是廉价 你用完就是把它扔掉就可以了 对吧 如果是一定要使用 但是我给新手的建议是 没有必要的情况下 就是尽量少使用拉刀这个技巧 我的一个替代方案就是 如果你需要在拉的位置 你就直接改变木头的方向 把它变成推就行了 这样这个问题就是完美的解决掉的 你只要想拉 你就换一个方向 用推的方式 一样的 对吧 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那倒是一种 实际上传onic刀的 再变成一种